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間歇性戰狼外交繼續發作 中共外交部罵美夜嘲諷 律師指印大代表不能被抓 六萬多網友齊聲抗議 大家好歡迎收看國際新聞眼我是美玲 中國的經濟不斷惡化 嚴重動搖了中共的統治近期 維持習近平和李強近期釋放出拉攏外資的訊號 但有分析認為中共難以挽回頹勢 中國社會各種矛盾疊加就差一聲槍響啦 據中共官媒新華社報導 11月28日 中共總理李強在北京出席首屆中國國際供應鏈促進博覽回開幕式 在主旨演講中表示 中共舉辦這次博覽 是為了建立一個各方溝通 深化合作 和謀發展的國際化平台 他還強調說 希望中國將更深層次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 將為各國企業來華投資興業提供更多便利 更好保障 對此 而德國之星也在同一天報導說 在西方呼籲對中共供應鏈的風險的大背景下 中共高層頻繁發聲 而顯示出北京正努力吸引外商投資 但實際情況是怎樣呢? 據中共國家外匯管理局公佈的國際收支數據來看 今年前9個月累計外國直接投資額是150億美元 這比2022年的外資投資總額下降了將近92% 11月26日 英國《金融時報》報導 皮德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拉迪指出 今年前三個季度 資金外流超過1,000億美元 而這種外資加速撤離的趨勢還在上升 在這種情況下 中共黨魁習近平又釋放出中共要重啟改革開放的信號 想以此來拉攏不斷出途的外資 11月27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 習近平說 要加強涉外法治建設 完善公開透明的涉外法律體系 維護外資企業合法權益 習近平還強調 中國要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的營商環境 但這些貌似動聽的話能挽回國際社會的心嗎? 能扭轉中國急劇下滑的經濟嗎? 11月28日 旅美時評人蔡神坤在X平台發文說 南華早報移上天開 報導說習近平今天開始視察上海 上次當年鄧小平南巡一樣 宣示中國重啟改革開放之路 還強調改革開放對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性 重新中國堅持改革開放的道路不會動搖 而提振公眾對中共改革開放和中國經濟前景的信心 蔡神坤指出 這是繼2021年後 習近平再到上海 而且還停留三天 上海是振興長江經濟大的領頭羊 但今天的國際形勢和國內政治氣氛 仍然與30年前的中國不太一樣 尤其是經歷了清零封城 以及中共對國際金融中心的整肅和打壓 導致中國人信心進失 在這種種種情況下 中共想再施展欺騙性的謊言 不僅難以挽回中國人的信心 都得不到國際社會的形同 對此前中國青海女企業家王瑞琴也指出 習近平這11年來 所有的倒行逆施都是打著改革開放 深化改革的口號進行的 將他和鄧小平男巡做比擬完全不真實 習近平信譽已經破產 陷入塔西陀陷阱 中國各界都盼著習近平下台 而且更現實的問題是 如今中國房地產巨頭和金融巨頭紛紛爆雷 中共不但不積極解決問題 反而是極力打壓受害的中國百姓 據悉這段時間以來 購買了中籍系產品的投資者正在想辦法施壓 要求中籍集團還錢 網上甚至還傳出民眾拉橫幅喊口號的影片 而深受難未留困擾的大批民眾 以及越來越多的失業百姓 還有不斷被拖欠工資的公務員 和被裁員的高級白領及警察等人 也都對中共越來越不滿 有人自出 現在中國社會就差一聲槍響 大家的怒火隨時都會被點燃 習近平想借著拉攏外資 來擺脫經濟困境、穩定局勢 但中共種種打壓手段已經嚇走了外資 再怎麼搞都挽回不了退勢啦 中共對百姓的洗腦看起來越來越不靈啦 最近網上流出的兩段影片就顯示出民心思變 都如是著中共的倒台似乎不遠啦 27日網上流出一段影片 只見一名男主持人一面嚴肅地作出講解 內容是關於如果發生戰爭 哪些中國人要上戰場 在影片的結尾 男主持人還善情地說 有國先有家 並對觀眾發問說 如果發生戰爭 你願意保衛你腳下的每一寸土地嗎? 誰知 就在主持人華音光落 在他頭部上方的螢幕上 突然出現多名網友齊齊打出五個字 有家先有國 對此 網友們開心爺語地說 這個彈幕 哈哈哈哈 讓做官的先上戰場 還有人故意發問 你願意保衛你腳下十二萬一平的房屋嗎? 一位網友馬上回覆 先問有沒有 再問願意不願意 多有人喜悅地指出 我感覺國人開始覺醒了 有希望 武毒有勾11月28日 網紅公子嬸在X平台轉發一個影片 他配問說 這是來自中國的走線偷渡大軍 從影片中可以看到 很多穿著東莊的中國人 其中有中年人 多有年輕人 他們面對鏡頭紛紛豎起大帽子 講出China 並露出書心和充滿希望的笑容 而從中國大陸翻牆出來 看到這一幕的網友都忍不住表示 心動啦 我都想去呀 誰帶帶我 都有人說 支持 離開都是反抗 做得好 離美國的壞人越多越好 讓民主自由和普世價值感化他們 這說明 無論中共的宣傳工具如何鼓掃給民眾洗腦 但冰冷的現實 讓民眾實實在在地嘗到了困境中的無奈和痛苦 中共愛人民的謊言多成了笑話 不堪忍受的百姓用腳做出了最真實的投票 現在全國有多個地方的企業紛紛財源甚至倒閉 導致大量員工失去工作 只好提前返鄉過年 這段印花或導致社會動盪的猜測 日前 多家六媒報導 抖音的母公司自指跳動證實 將關閉旗下的遊戲業務 焦直光年 這將導致上千名員工面臨被裁員 網上都流出一份19家大型民企 裁設部門和裁員的網頁截圖 其中包括百度無人駕駛部門 騰訊PCG 迪迪 哈佬 葵程等 一名男子在網上披露自己已經失業5個月了 並在網上投了8,000多份簡歷 還面試了大約27間公司 仍未能找到工作 上海一名網際網路公司員工告知自由亞洲電台 現在上海和深圳有大量的科技公司倒閉 裁員 該員工表示停止開發生產品 顯散技術人員 包括一些中層職位的管理層 這些人離開之後 估計不會再回到上海了 這段時間還有很多企業為了維持生存 提前幾個月就開始放年假 有人認為這相當於變相裁員 都有人感嘆 這些企業如果年後拿不到訂單 都會面臨倒閉 常述這些現象導致目前失業的中國人越來越多 很多找不到工作的工人開始提前回家鄉 日前網上流出影片顯示 上海的車站旅人山人海 擠滿了返鄉的人 影片中說 上海的返鄉潮已經開始了 其實早在今年10月 關於大量在深圳、上海等地的百嶺恩財縣 而提前三個月返鄉過年的話題 就衝上了微博熱手 值得關注的是 連關張志 這麼龐大的人群失去難以維生的工作 手頭又沒錢維持生計 接下來的日子要怎麼說呢? 這事否會演變為社會動盪呢? 這種猜測並非空月來風 近期網上已經傳出大量影片 顯示中國多地因企業紛紛倒閉 員工沒能得到合理的賠償 大家聚集維權 多有人指出 現在老百姓的消費很低 內需根本就拉動不了 全都變成窮人 在企業普遍大量財源、倒閉、失業 這些大潮一起來襲的情況下 當民眾因為生存都面臨危機時 隨之而來的就是社會出現動盪 降結束不到兩週的拜集會期間 中共效時高調宣傳中美友好大門不再關閉 結果先過去11天 中共就因美國在科技上的間接制裁而破口大罵 被網友諷刺是間歇性戰狼外交 11月28日 在中共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 有路透社記者問到 美國警告阿聯酋企業 如果和華為等中企合作 可能導致美國的先進技術落入中國之手 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指責說 美國用莫須有的理由對中共實施經濟脅迫 還大罵道 美方行徑嚴重破壞國際經貿秩序 不得人心都不會得請雲雲 隨著汪文斌這一鬧 中共央視等黨媒都在當日高調配合宣傳 而美方多次破壞中國企業和其他國家合作 都被有意推上微博熱手 僅隨而來的就是小粉紅紛紛鼓噪美國破壞中美關係 對於中共的這一急速變臉 人們不敢想起剛剛結束無奈的美中峰會期間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寧還在例行記者會上肯定地表示 還未關係的大門一旦打開 就不會再被關上 而中共官方和黨媒都大肆宣傳所謂中美友好 電影《黃河絕亂》都被中共搬了出來 據說中共當時的這一急劇轉向震雲了不少小粉紅 現在被美國欺負科技七寸的中共 又開始圓形不露地宣傳反美論調 這一舉動在X平台上引來眾多網友嘲笑 人格分裂?變得這麼快 愛恨只在一瞬間 多有人指出醫學上這種叫做間歇性精神分裂症 還有網友說是拜集會沒有談出什麼 回來繼續鬧啦 最近一名叫做黃寬的中國律師在抖音發布一段引發爭議的影片 他稱人大代表如果犯了罪不可以直接觸 又說人大代表是被人民選舉出來的 但隨即印來六萬多名網友齊聲抗議 日前中國大陸律師黃寬在抖音平台上發布了一段引發爭議的影片 他在影片中表示 凡了罪不可以直接觸是真的嘛 是真的 原級以上的人大代表 未經同級人大常委會許可的情況下 是不能被拘留、逮捕和刑事審判的 這是因為人大代表是被人民選舉出來的 代表人民去參與地方決策、制定法律 並監督政府工作的 這段影片立即引發軒然大波 有超過六萬名中國網友紛紛湧入留言區 聲明說 本人未直接或間接參與過任何組織的任何投票 都未授權任何組織和個人代表本人意志 有人指責說 誰選他們了? 多有人表明心聲 我不認同人大代表人民發聲 人民從未投給這些人 還有人諷刺說 全過程民主等於全自動民主 不需要人民親自參與 全自動實現民主了 網友顯然不認同王寬律師的說法 知法犯法直接槍斃、嚴懲 這句引發爭議的影片疑似已經從抖音下架散除 但海外社門仍有流傳 對此 江蘇宜慶時評人張建平分析說 從現實當中你看 什麼時候人大代表為老百姓請個名 現在到人大任職的都是政府部門 臨近退休了 然後到人大那邊去過渡 那些人本身是利益集團的 而且它不具有法律的專業授養 所有中國的立法也好 司法也好 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就是一鍋泡 老百姓就只能蒙受這種制度人權被踐踏 整個國家的司法公正完全被拋棄 而翻車的原因也在此 好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關注 我們明天見